2014年12月9日 梅丽敲家人主持人王靖因涉嫌融流他人吸毒被警方刑事拘留 10月1日有媒体报道称王靖早已敲人出狱 并在无锡老家赤巨资在酒吧包厂举办了自己的生日派对 9月29日由微博认证网友晒出一组王靖举办派对的照片 并在微博写道祝我最爱的姐姐生日快乐幸福永远健康快乐 并爱她了王靖 照片中穿着性感的王靖与一众朋友在酒吧狂欢 派对场面非常奢华 另外有媒体报道王靖此前早已出狱 9月26日他在老家无锡的奥斯卡酒吧包厂举办了生日会 王靖全家还在8月份赴葡萄牙旅游 似乎并未受到涉毒事件的影响 2014年12月9日 梅丽翘家人主持人王靖因涉嫌融流他人吸毒被警方刑事拘留 10月1日有媒体报道称王靖早已敲人出狱 并在无锡老家赤巨资在酒吧包厂举办了自己的生日派对 9月29日由微博认证网友晒出一组王靖举办派对的照片 并在微博写道祝我最爱的姐姐生日快乐幸福永远健康快乐 并爱她了王靖 照片中穿着性感的王靖与一众朋友在酒吧狂欢 派对场面非常奢华 另外有媒体报道王靖此前早已出狱 9月26日他在老家无锡的奥斯卡酒吧包厂举办了生日会 王靖全家还在8月份赴葡萄牙旅游 似乎并未受到涉毒事件的影响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记者 杨栋梁 请您Вы 杨栋梁